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园的节目现场 接下来带您关心的是 新冠病毒疫情让各国政府 为了如何有效管理人员的移动伤透脑筋 电子监控也备受讨论 而另外一个也是因为监控引发争议的是 到底幼儿园要不要装监视器呢 在两岁以下的幼儿 无法清楚表达自我的基础上 去年三月立法院通过儿少法修正 明定托婴中心必须装设监视录影设备 希望防范而虐还有厘清争议的事件 不过对于幼儿园内装设监视器的争议 虽然不断有修法的声音 却一直没有定论 今年年初立法院法治局 发出了一篇幼儿园虐童事件 问题研习的报告 报告中提出 以修法来强制推动装设监视 录影设备的具体建议 对于幼儿园装设监视器 园所还有家长两端 一直以来存在极大的落差 而这个落差背后的问题 还有中间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呢 一起来看看记者李洁玲 张志龙的报道 我经营29年 到现在我从来不会去做 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对老师来说 它是全天性 全面的在监控老师跟孩子 教学过程的每一个行为 然后13号是 我会想要知道 为什么你一定要装监视器 现在家长最大的诉求 就是幼儿园装监视器 是台湾的悲哀 教育现场不是犯罪现场 所以监视器是因为装在 有可能会导致犯罪的地方 不是吗 换一个角度去想 也许你有这样监视系统 反而是在保护你 这监视镜头最主要就是要记录 我们在校园的门口 行政接待区的部分 也有装监视器 担心孩子因为脚步没有踩稳 那可能不小心跌倒下来 或者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 可能跟孩子之间有发生的 一些推挤状况 避免说产生不明人士的侵入 而学校这边可以做一个 人员的一个管控 详细介绍校园内装设的监视器 监视镜头所记录的 都围着一个轴心 幼儿园装监视器最大最大的一个初衷 其实都是为了校园安全 不管是国民中小学到幼儿园 其实这个机构的校园安全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发生太多 不明人士入侵校园 然后对于学生 做出一些伤害性的行为 这个主要就是怕有人来破坏车子 然后这个就是对游乐场 然后这个也是出入口 其实大部分都会在出入口的位置 然后柜台跟行政区 透过监视萤幕 可以看到校园内所有的场域 不过却有一个空间不在萤幕里 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室 那我们的教室 我们学校经营29年 到现在我们对于教室内的 老师的一个交绝自主的部分 我们就没有安装监视器 我们去参观日本学校 日本政府对孩子的隐私权 跟教保人员隐私权 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去的教室 是没有孩子的 我们才可以拍摄 而且你看它教室的这个上方 没有任何一台摄影机 经营幼儿园29年 同时升为业者代表 对于在幼儿园教学现场 装设监视器 洪医生并不赞成 其实在教室安装监视器 这个对教保人员的教学的一个自主 跟教学的尊重会大大的打击 而且对于他们的整个教育的一个 实施的策略会有所调整 对老师来说 它是全天性全面的在监控老师 跟孩子教学过程的每一个行为 那老师跟小朋友互动 和讨论事件的所有资料 都会通过影音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是很友善的工作环境 也会让任教老师有不舒服的感觉 很多深海的鱼 看起来都有一点点 从事幼教12年的潘鱼君 提及在教室里装监视器 他直觉食物上将会出现两个困扰 现在很多老师都会用手机 帮小朋友拍摄生活照 那如果老师在拍摄的过程中 想要检视是不是有拍好 要不要重拍 那手机拿起来翻阅的时候 透过监视机看起来 老师是在滑手机 这些都不是能够透过画面 就被正确解读的 比如说小朋友可能习惯 比较急躁 他可能会在走行上奔跑 那老师我们习惯的方法 可能就是请他再重走一次 那如果说他还是在走的过程中 蹦蹦跳跳 我们可能会叫他重走一次 那这时候 教室里面的课程可能已经开始了 可是我们想要纠正的是 孩子当下那个急躁 可能会造成的后续安全问题 可能在监视器观看下 就会觉得老师是不是刻意 不让小朋友进教室去上课 会有这样子的误会 到底这个时候 要不要及时去纠正他 强制幼儿园装设监视器 光是2018 2019两年就有四个修法提案 提案理由都与遏制不当管教 与减少业者与家长争议有关 不过相关修法却屡屡搁置 我觉得我跟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 他觉得应该要 可是我就会觉得是 我们在入园所之前 你其实应该会先去打听 这间园所的风气 老师上课的方式 王于婷目前在第一线担任教保员 在这之前 他是一所高职幼保学成的老师 也带着学生做了一次 关于幼儿园装设监视器的调查研究 以教师跟家长的立场来看 赞同装监视器这件事情 大概有96%的家长 他是认可的 可是相较之下 老师的比例就是很低的 在王于婷与学生的调查里 幼儿园内装设监视器 获得家长高度支持 其中有高达89%的家长 赞成在教室内安装监视器 而老师们则投下80%的反对票 对于是否接受在教室内的行动 被家长透过监视器看到的问题 更遭到全体老师反对 很微妙的是 是不是那阵子媒体的关系 因为我们有问说 幼儿园哪一些地方 你觉得要装监视器比较适合 结果家长他不太在意户外活动 他也不太在意大门口 他很在意教室 相较于老师的话 他就会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大门口 是一些户外体能区 或者是你校园当中 真的很少去的地方 那才是孩子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地方 对幼儿园装设监视器的态度及位置 原所与家长两方抱持极端看法 老师们不赞成的原因 已破坏亲室互信关系最高 同时也有看图说故事 以及侵犯他人隐私的疑虑 家长方则认为 教室内装监视器 可以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 避免虐童事件发生 以及想看孩子在教室的活动状态最多 如果他是基于不信任的状态下 那我们又有监视器 那会不会今天一件小事情 你或许会去质疑老师 因为你一开始就不信任了 你有可能会去质疑老师 那接下来挖掉监视器 那会不会有过度依赖监视器的问题 然后你跟教师应该是 要互相面对面去沟通讨论跟了解 结果反而这一块就没有了 即使第一线的幼教人员 对监视器的装设充满疑虑 依然无法降低家长端 对装设监视器的高度支持 更有74%的家长表示 装监视器是影响选择幼儿园的原因 大的镜头是以前比较旧的 因为我们学校13年 第一年我就已经有装监视器了 对 然后可是旧的镜头部分 iPhone的手机升级到那个 好像他们的软体11以上就看不到了 对 所以我就赶快又装了一支 是连iPhone都可以看得到的 宅慧华所经营的幼儿园里 装设了13支监视器 除了大门口 游戏区等公共区域之外 另外有超过一半的监视镜头 装设在教室里 像这间教室来讲的话 比如说也是都在门的下面的部分 像这班的孩子刚好在做 类似像主题美术上面的一个 呈现的部分 所以从这个视讯底下 像这看 他很清楚知道 他孩子在做书面上的时候 正在做些什么 幼儿园中每间教室都有监视镜头 也尽量装设在 能将教室一览无遗的位置 家长如果习惯看视讯的 有些尤其是外的那个阿嬷级的 他只要看不到他孩子 他就会可能说 我们身体对 比较暗的是表示 那个教室里是没有人的 他把灯关掉 灯关掉就会这样子比较暗的 对 教室里的影像也可以透过手机 及时观看 比如说他要看他的孩子 他就点两下 然后如果要看比较大的镜头 我觉得很清楚 孩子们都有账号跟密码 家里只要下载APP 都可以看到孩子在学校的情形 小班的孩子 他的家长就只能看小班 对 看小班 然后小班以外的公共区域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游戏区 还有这些学习区的部分 都可以看得到孩子在学校的 整个的情形 但是看不到别班 对 看不到他不是 比如说他孩子是小班 就看不到大班 看不到中班 看不到其他的班级 透过及时试讯 家长的反应往往也很及时 反应他的孩子怎么没有做好 这个也有 小事的部分 反应他的孩子怎么跟旁边的 在那边没有注意听老师在上课 在那边都摸摸 心摸摸 比如说叫他弄人家 或是他的孩子被别人碰触 类似像这样子的 对 可是这个部分我们行政人员 接到 因为我们都有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有人爱的群组 所以当家长在上面做出反应的时候 我们行政人员其实第一个 就跟他做回复 对 尽量不会影响到老师 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情形 好 老师好 平化坐在地上 后面有坐脚 我怕然后他就翻拍 好 类似这样 那我们行政人员就打电话给他了 家长真的那么多时间看吗 很爱看 很爱看 可是几乎到了 大概中 他的孩子平均到中班 下学期的时候 看的比例就开始慢慢地减少了 对 尤其到了大班 几乎都没有看 这就是我们的监视器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的 影像档案啊 我们是整整是20天 保留20天 保留20天 对 在面试的时候 我就已经就直接跟 面试的从业人员讲说 我们学校是有全天候的视讯 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 对 然后可是我给 就是来应征的教保用 我是给他们一个观念 就是其实 我觉得孩子的世界是很天真 很自然的 我的家长在进来的时候 我也都有做过沟通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你们不用因为一个监视器 情况之下 你们觉得你们被监视了 我们是换一个角度去想 也许你有这样监视系统 反而是在保护你 然后他就回去发现有黑金 翟慧华的幼儿园内 曾经发生过 家长发现小孩身上 有不明淤血 进而询问的事件 在这个时候 视讯就打到他的 保护老师的效能就出来了 对我们整个翻拍 甚至是就是整个的 录影的过程来讲 因为我们就用手机 反正录影嘛 就给家长看这样的档案 后来事件在原所与家长 沟通比对下 发现是一场误会 他真的带去看医生 真的在他的 可能那段时间吃的感冒药 造成他的血小板的连结 不是那么的好 是不是从视讯里面 也可以马上知道 除了保护道老师之外 诚心之外 也可以知道说 我们学校的一个应变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视讯系统 教室里装设监视器 十三年下来 翟慧华并未有太多困扰 反而认为透明的互动 除了有助原所与家长的沟通 以及降低误解之外 也能连接原所与家庭 对孩子的教育 比如说吃饭 孩子在家里会跑来跑去不吃饭 可是在学校 老师跟孩子互动的 一个情形的方式 家长看到的时候 也是可以学起来 在家里就可能减少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让他们吃饭的时候 不愉快的事情产生 修正通过 2019年3月 立法院三读通过 而绍法修正 明天脱英中心 并应装设监视录影设备 仪式幼童口罩没有戴好 理性保姆就动手打幼童 不只打人 另外一段监视器的画面 幼童也被用摔的方式对待 不过即使已经明文规定 必须装设监视器的拖英中心 而虐事件依然发生 很多新闻都会说 虐事件日益增多 这是一个迷失 事实上它不是增多 它只是现在科技的进步 然后还有监视器的关系 让大家愿意站出来讲 管理靠北二职幼儿园粉丝页 板上有无数让人伤心的事件 提到监视器议题 班主说那是台湾家长的悲哀 也是最卑微的请求 现行在拖英拖育机构内被揭露的儿虐事件 几乎都是透过监视影像 也因此衍生监视器到底能不能防范而虐的讨论 只是为了证据的保存而已 我们看太多太多的例子 有人会说装介石器 所以有看到所有新闻都是有监视器的 但事实上有更多的案件 是在没有证据的事下就消失了 这些东西没有人在乎 不得不说我们的司法诉讼 它确实就是真的是以证据的可信度 来决定这些诉讼的结果 那确实这些影像 在司法诉讼上真的让某些案件 有了一些进展 这个也是确实的状况 它就是一种被监视的压力 是感觉你就是一个可能犯罪的嫌疑者 我们教育现场不是犯罪现场 所以监视器是因为装在 有可能会导致犯罪的地方 不是吗 对家长来说 装设监视器不再是为了预防而虐问题 而是汉事发生之后正义的伸张依据 对教保线上的人员来说 聚装监视器是职业尊严的底线 双方立场落差的背后 却是亲师不信任的实质反应 去年底教育部跟幼教团体 还有相关的教学组织 也进行幼教法跟教保人员 服务条例的修正研商会议 其中针对不适任人员的处理机制 来进行检讨 希望能够加强不适任者的淘汰机制 而相关的修法进度 还有后续效应 独立特派员也会持续追踪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关心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宇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